快快快 麻利点 那家蛋糕店很多人买的 什么 我来看看 这 这可不像有蛋糕店呐 应该是新装修 最近流行国潮嘛 你看 那不就是蛋糕店老板吗 喂 这好好的馒头 你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这算什么馒头 我只是做了点创新 把西方的糕点 西方 我们几千年的馒头 会比他们差吗 我可没哪个意思 这馒头吃来吃去一个样 你们不腻吗 就是啊 没点创意 什么 你敢重洋卖外 哪有这样 小豆 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你是要替这种人求情吗 人家只是吃夜了馒头 像坏坏别的芝芝干而已 你的意思是 看不起我们的传统美食吗 我们没这意思 你这也太偏激了嘛 鞭子 老大 你是了解我的 这种坏事 肯定不是我干的 我胆小 这次放过你 以后不许侮辱传统美食 快救火 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都怪我 我想做一点西方的糕点 那也不会大爆炸呀 做西店需要一样叫菊炉的东西 我就靠自己想象 在一个传统的蒸笼上 钉铁皮打造成菊炉 然后放在煤炉上烧 这不妥妥爆炸吗 老板的改造超级大危险 呃 毕竟我们都没见过 只好自己瞎猜了 啊 没见过 菊炉不是很普通的东西吗 你开玩笑吧 那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东西 哎呀 我先去收拾吧 啊 奇趣特攻队 时空起点出现了 嘿 哇 这都是时空起点搞鬼 先出动吧 不怕强敌 奇趣出击 这次事态非常紧急 一大段历史被改写了 怎么回事 这次时空起点 发生在公元前126年 张谦代表汉朝初始西域各国 开动丝绸之路 让中西文化首次交汇 可张谦十分倒霉 途中被匈奴军队袭击 他本人更是被囚禁了超过十年 在我的印象中 张谦最后还是回来了 是的 张谦趁着匈奴内乱 趁机逃跑 经过阳关回到了长安 如果张谦不能从阳关回去 丝绸之路就会受到影响 导致中西的文化交流出现阻碍 这种事绝对是不对的 我们出发 时间飞船 奇趣变形 刘义甫 唐义父 我们这个方向 没弄错吧 用影子来辨别方向 绝对不会错 站住 张浅 你给我站住 谁呀 谁呀 既然这么快就发现了我们 唐义父 我们不能战斗 创使西域是为了和各国和平建交 绝对不能和他们战斗 可是 宝儿 张浅 宝儿 逆转皇上 急事赶到 那当然 本喵可是闪电猫呀 将军 他们我收拾 张大伯你来 嗯 龙毛 三小和你 哼 想要抓人 仙国本喵之力 啊 喊气 别跑呀 看我的超级仙人掌 哎 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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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过分啦 我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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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没用 快去捉人吧 很好 是 是哪 糟糕 这是 沙漠龙泉风 危险 大家快趴下 来 还好有你的提醒 这龙泉风来得太快了 我的 赵大人 诺师汉超使劫 结账不能丢 熊儿 我去拿回来 飞银战车 速到 飞银战车 继续变形 继续变形 坚持住 飞银战机 飞银战车 就是现在 飞银俯首 糟糕 风太大了 出 出不住 既然这样 飞银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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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们 齐驱特高 任务 什么 我 我还在这呢 他也忘了 刚前大人 你们先走 猛者傻间有我们来 走 哪里跑 小心 超级仙人杖 超级仙人杖 通天万能不 张大人 我们这次 可以出手了吧 承恶扬善 上吧 那本妙不客气了 猛叉叉 投降吧 快 想得美 我找 猩猫 还是山龙 坏猩猫呢 小猩猫 通天万能不 不见了 等我从上方 找出猛喳喳的位置 这 哦 根据分析 这些仙人掌 都是幻象 得找到萌叉叉的真身 不然赢不了 哦 你的 咖啡的 粉红章鱼 我才不怕你 海市蜃楼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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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呢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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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安律 再来再来 我懂了 刚刚萌扎扎的影子移动到了 那里 那就是真身 同间万能过 不可能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不可能是 多大眼 可疼呢 雷露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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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回来啦 回好了 急去特攻 连路成功